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Nancy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一個月的愛用品 那其實我照理來說是應該要每一個月都要更新我當月的愛用品 但是因為常常會因為我出國啊或者是工作有點忙碌 所以就會不小心跳過了幾個月 然後我看了一下我上一次分享愛用品已經是九月份的事情了 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算是十月跟十一月的愛用品一起 我們就往下看吧 就先從洗髮精開始 這個品牌是Melbourne 是一個日本的品牌 它是有分三個系列 那我自己最愛用的是它的Smooth系列 因為它洗完整的頭髮會非常非常的滑順 然後它在台灣也是只有在Salon有在販售 那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是去Plus 然後找Maggie老師弄 然後Plus也是他們台灣第一個獨家授權銷售的店家 那這個系列的洗髮精是我覺得它很厲害的是 像我這種細軟髮 它洗完之後頭髮可以非常的柔順 洗完還不會扁它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系列的髮品非常非常的好用 除了洗髮精之外它的潤髮乳也很好用 但是我自己覺得效果最好的是洗髮精 然後我已經用掉三瓶了 就這個是空的 所以我覺得大力的推薦給大家 再來呢保養的部分呢 我要分享一瓶是Clarence的保濕精華 通常Clarence的東西我比較常用的是他們的身體保養 但是他們的臉部保養我用過一些產品 沒有讓我有非常大的感受 但是這一瓶是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好用 其實是雙層的設計 是油跟水混合的感覺 它的質地其實有一點點像是比較稀式的美容油 那像我自己本身皮膚很乾 那我本來就很喜歡用美容油這種產品 但是因為其實最近的氣候還是蠻熱的 如果單純用美容油可能會覺得有一點點太過厚重 那像這一瓶它就是算是介於中間 就是在精華液跟美容油中間 所以我覺得是一瓶非常非常好用的保濕精華液 我已經用到半瓶了 所以我之後一定會再去補貨 大力的推薦給大家 另外一個我很愛的 我有點忘記我在之前的愛用品有沒有分享過 但是因為我真的覺得很好用 就是Philosophy的這個去角質它們的換膚組 那其實我自己本來就是定期習慣一個禮拜會去一次角質 因為去角質才會讓你的皮膚快速的更新 然後保養品才能夠吸收進去 那Philosophy的這個它很特別是一次就是兩劑 那第一劑是像這樣子黃色的顆粒狀 也不用搓它就是浮上去 它裡面主要成分就是Vitamin C 然後跟一些果酸的換膚成分 那你浮上去之後不需要搓揉它 就等個兩分鐘 然後呢再擦這一瓶 這一瓶它其實裡面是水洋酸的成分 就是果酸的成分 那它是透明的凝膠狀 那你就是臉上已經敷了一層那個黃色的這個Vitamin C的霜之後 在塗上這個包包的一層上去 它就會變成有一點乳化的感覺 它會變成白白的 然後會有一點點溫熱的效果 那它就是會打開你的毛孔 同時它的這個果酸成分 它就會深入把你毛孔裡面的髒東西 還有老肺腳質的代謝出來 然後這個塗上去只要一分鐘之後就可以洗掉 所以等於三分鐘之後 你就是會有立刻換一張臉的感覺 就是這個是真的我覺得 Philosophy它常賣那麼久 然後真的非常好用的一個去角質產品 再來進入彩妝 我最近用了一瓶粉底液 我很喜歡就是LAMARE的 新上市的粉底液 那LAMARE之前一直都是只有在保養的部分 但是他們今年推出了他們的底妝 那他們也是一樣把他們最精華的這個抗老成分 都濃縮到這個底妝裡面 所以等於是說你除了保養之後 在上妝的這個步驟也同時繼續也在發明肌膚保養 那這一瓶其實我現在臉上就是擦這一瓶 就是它的光澤度非常非常好 保濕度也很好 對於我這個乾性肌膚來說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然後它搭配的這支刷子也很好用 就是它也是這種膨膨的刷子 我發現我自己好像比較偏愛這種膨膨的底妝刷 那它刷起來不會有粉痕 唯一一個我覺得比較困擾的是 因為它其實是比較胖的刷子 所以有一些像眼下或是鼻翼的地方會稍微比較難上 那所以像眼下的或是眼睛前面這邊 我就會用手指去拍 但是整體來說我覺得這支刷子很好用 然後底妝是真的光澤度非常好 水潤度也很好 遮瑕力它不算是很厚重的那一種 但是遮瑕力也算是中上 不過它的味道我比較不是那麼喜歡 它味道有一點點像中藥味 但是其實就是也就是只有擦上去 在手上那一瞬間會聞到擦上去其實沒什麼感覺 所以呢 這是我近期很愛的一瓶底妝產品 眼妝的部分呢 我很愛用的是這個 Lumi跟Mimibox推出的限量眼影盤 它的顏色是 顯色度很高 然後它的亮粉很閃亮 就是如果你比較喜歡那一種 有一點點小高調的那一種閃亮感的話 這盒眼影是非常好的推薦 然後它的 因為它又有這種比較偏橘子色 然後跟大地色系的搭配 然後基本的打亮色也有 所以它算是一個很實用的配色 然後 它也不太會A粉 所以我覺得以它的價錢來說 非常的超值 所以也是大力推薦給大家 再來另外一個 我最近用到的一個新品 然後我也很喜歡的是 Lunasol的這個腮紅霜 可以看一下其實它的顏色是 算是很自然 甚至是有一點點就是 帶橘就是很淺的修容感的顏色 讓我現在其實臉上就是用這個 那我為什麼那麼喜歡它 是因為它的顏色很自然 然後好控制 就是你可以慢慢慢慢的疊擦上去 你不會說一拍下去 臉上都橘塊很尷尬 然後它的這個光澤度很美 我相信現在鏡頭也看得出來 就是它光澤度真的很美 所以呢我非常的喜歡 彩妝另外一樣呢 就是這個 GIVANCHI的黑唇膏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妙吧 黑色的唇膏是要怎麼畫 其實我覺得 這支唇膏其實蠻有話題性的 因為大家一般看到黑色唇膏都會很害怕 就想說我又不是要去Halloween 幹嘛擦黑色唇膏 但是它這支其實蠻特別的 它其實是像潤色的護唇膏 然後它擦起來不是這樣黑色 它其實擦起來是 比較偏暗一點的粉紅 它其實是粉紅色 它擦起來是有點比較偏秋冬感的 額潤色護唇膏的感覺 然後透明度是很高的 所以呢大家別害怕 因為我現在嘴巴有擦唇膏 所以我就擦在手上給大家看 它的特色就是 它一樣是會隨著你的唇色跟體溫去改變它的顏色 它就是等於多了一點點顏色 然後也可以用它來做一個漸層的感覺 接下來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雙靴子 其實秋冬呢我覺得非常必備的一個單品 就是像這樣子的平底靴 過膝靴最好看的比例是 剛好蓋過你的膝蓋大概五公分左右 它會讓你的小腿的比例拉長 所以看起來腿就會比較長 那這一雙就是很perfect的一個剛剛好的過膝靴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值得打力推薦給大家的就是 它後面拼接的是有點像那種潛水布料的材質 所以呢它跟我們一般市面上看到一些一樣都是後面是拼接那種彈性的布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很厚然後它就是像是那種潛水衣的材質 所以它很厚非常的貼腿 每月去日本也買了一雙很貼腿的過膝靴 其實跟這雙其實長得是蠻像的 但是呢我發現這一雙更貼更貼 而且它因為它是這個後面的布料像我說它是像潛水布的那種布料 所以它有一點點那種收縮的效果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是它穿起來好像再把你的腿再往內縮一點 所以呢非常非常大的推薦 最後一個我的monthly favorite其實是一個聖誕禮物 然後是Dior送給我的聖誕禮物 然後我很喜歡呢是因為它是聖誕節的這個snowball超可愛的 就是畫面這樣看不看得到就是你這樣倒下來它就是會有那個星星這樣飄 然後呢近看裡面它就是有一顆金色的聖誕樹 然後呢就有Dior它們很經典的香水還有包包 然後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精緻 那因為我真的很熱愛聖誕節這個集慶 然後也非常感謝就是Dior可以送給我那麼棒的一個聖誕禮物 就是我一打開盒子我就覺得哇就是好開心喔 下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什麼問題請大家在下面留言給我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記得給我一個讚 OK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